好了 这里卡布团奔奔时间 2021年8月3号的午夜 刚才这篇文章太长 它是看来是一篇全面性的 我们读到最后我们自己都受不了了 那么下面还有一段 讲到全国性 我们干脆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从前面那一段讲起来 所有的几大地方 那个北京 北京 郑州 南京 扬州 四大部分的 采取的措施跟我们感觉就是 基本上是监狱了 我们用一个词 就等于所有地方全部封闭掉了 监狱的状况 大封闭小封闭 一层层封闭下来了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从筛选的角度来讲 是这样的 那么也说明中共 它是没有办法去预防这些东西 害怕这些东西 下面我们看看全国的状况 这讲到了全国疫情 第七部分 讲到全国疫情 开始我们以为是一个 就是一个北京地区了 看来这是一个 中共中央的一个整体 它说31个省新增确诊病例75例 其中本组病例53例 7月31号0到24点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基本上全国都有了 31个省自治区 全国基本上都有了 然后其中境外输入病例是22例 云南7个 上海5个 天津3个 内蒙古2个 广东2个 浙江1个 河南1个 四川1个 本土病例53个 江苏30个 河南12个 湖南4个 云南3个 福建1个 山东1个 湖北1个 宁夏1个 无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遗失病例1个 为境外输入病例 在上海 这是 这已经应该是老掉牙了 7月31号的了 到现在应该三天前的 都已经这么严重 新增确诊病例 这里面讲到 我们讲到75个 这是31号 第二条讲到 海南海口市检出一例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则胡卯 曾乘坐飞机高铁 细节咱们就不念了吧 都立即转入了 他没说严重 现在好在都没有死亡的 那么他把一个过程都说了 这个过程我们稍微念一下 过程到哪 19号坐飞机航班 离开海口前往湖北荆州 那么在荆州待过 然后荆州期间又去了商场 哪里这不管 然后又到达汉口 汉口又乘坐飞机到天河机场 乘坐航班又飞回海口 还好这里面他讲了一个过程 期间有一个是由四驾车接回金盘住所 据江苏淮安通报 淮安市企业员工张家界的旅游 大巴从前往湖北荆州 五十二十要返坐车 该企业接触胡卯与该企业员工在荆州站 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合 这是讲到跟那个回淮安的 第三个湖南张家界新增三例本土确诊病例 一人为九岁男童 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 是不是地方有时候把感冒也拉进去 现在不清楚 我们现在只能把它当成真实的 只能当成真实先捏解 这个是确诊病例 然后是八例 湖南张家界新增三例清管病毒 自29号以来 张家界发现本土确诊八例 其中有定区八例 新增病例具体情况如下 一个是50岁石某某 还有一个是40岁张某某 还有一个是9岁男孩张某某 应该是他们一家三口 第四个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新增一例确诊病例 为旅游从业人员 这位是女34岁 旅游从业人员 然后是细节我们不念了 第五湖南诸州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加一 为此前无症状感染者的丈夫 那么这个就是近距离接触 显得清楚的很 第六个湖南湘潭新增一例 无症状感染者 叫与湖区移地调整为中风险 第七个湖南长德安乡县 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曾乘船游穿紫河 这个细节我们不念 它这里面都太详细了 第八 山东青岛新增境外 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其密切接触者6人 山东青岛 青岛又加进来了一个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它是从由日本东京乘坐NH927航班 于7月28号抵达青岛流停机场 海关检验采样 这是一个 第九 山东省烟台市来山区确诊一例 关联南京路口机场病例 赴桂林旅游 这个玩意真不得了 这基本上是就跟那个我们讲的华山面一样 到最后全面铺开了 最后就涂鸦了 华山面那个相声一样涂鸦 这个我们讲这是60岁烟台市来山区人 7月15号称坐SC4727航班 京庭南京路口机场 到桂林两江机场赴桂林旅游 7月19号由桂林机场称坐 航班到又京庭南京回来 这是两个地方 去和来都经过南京路口 结果军委 7月21号是阴性 31号因身体不适 有守在街道 要确诊 当日下午核酸检测 疑似阳性 第十 广西桂林紧急寻找于来自湖南 一旅行团活动轨迹从何人员 这是筛查过程当中 一个是主动报备 第二个要求旅行团活动轨迹 这都念了 我们不念了 第十一 广西防尘港市东兴越南入境 设议车辆司机核酸检测阴性 这啥意思 检测阴性还念吗 广西防尘港市东兴越南入境 车辆最新情况通报如下 东兴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报告 与越方设议车辆接驳的中国车辆司机核酸检测 第三次结果为阴性 第二越南盲街口岸委反馈 设议车辆的越方两名司机在越南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第三 7月31号8点到17点 东兴市疾控中心 对39名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进行活动轨迹设计 东兴镇七星社区范围内的饭店小卖部早餐点等场所 693人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这还算好 没有复苏线 第十二 湖北五穴市通报 两名密接者 曾与确诊病例同乘第3078车里动车 然后说是没有 现在还没有检测出来 密切接触者到火口 已经江边散布 使私家车位于武汉隔离居所 就隔离 这没检测出来 这是追踪 这属于追踪 第十三 厦门市 厦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夫妻关系 厦门这里面出来 一个是53岁 私民区连前街道 潜浦社区 潜浦社 确诊 聘用 聘用家政的 然后无症状感染者 女33岁 他们争为夫妻 第十四 厦门三名病例样本于 Delta毒株高度吻合 正进行基因撤序 这三样 这三个这次撤出来 第十五 云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三例 在瑞丽解告严控区隔离能源核酸检测中发现 云南 瑞丽地区又有一个 行政病一个是72岁 中国籍轻型 一个32岁 缅甸类轻型 还有一个32岁女 两个32岁女 缅甸类型 轻型 第十六 四川十例病例溯源九例完成基因测序 于南京疫情租同源 找到这个根本可能就会好一些 第十七 四川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来自德国 这又是一个 四川新增新型冠状病毒 这是来自德国 全省1100万里 目前债院隔离42里1900万上 第十八 内蒙古克斯克腾 两名来客物工人员核酸阳性 复合为阴性 这个你们很怪了 光用阴性阳性 这个扯不清楚了 这扯不清楚 第十九 内蒙古新增两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均有首都机场国际航班分流 至霍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 这是一个 全程封闭制确诊 第二是上海新增武力境外病例 有在塞内加尔工作的 有在英国留学的 这个就更麻烦了 我估计中共 可能要把整个所有的内外境外全封闭 因为国际上逐渐全面开放了 所以整个国际开始用那种 全民防疫的方式 进行自然淘汰的方式来对待这件事情 那么可想而知 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压力 强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中国来讲 他将来是不是会不会逼迫 也对全民放开 我们现在不知道 现在还是想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搞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估计它里面有原因 另外一个 这个病毒应该是来自于中共实验室的 中共实验室的 所以估计这块是逼中共 要交出病毒的原样本 不交出来 它要不在这里面 还有什么猫腻在里面 我们现在不清楚 猫腻在 这为什么跟国际上不配套 国际上严格来讲 跟中共比的话 它是应该更加被动的 结果人家全面放开 中国大陆应该更加主动了 它却不全面放开 而且是全面这种严加管控 一省省下 这是还没讲完 这是上海新增武力第二 有在赛利加尔工程 有在英国留学的 我们稍微练一下 他说24号 上海通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 报告武力境外输入性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9例 其中来自英国1例 来自马尔代夫1例 来自捷姆寨1例 来自俄罗斯1例 来自西班牙1例 来自巴西1例 来自尼日利亚1例 来自塞尔维亚 埃塞俄比亚1例 来自吉布提1例 那么这么多 应该不在这么一个礼拜当中的 所以之前上海应该是一直有 但是他不通报 不通报 大家记住这里 不通报 并立一为中国籍 在赛利加尔工作 自赛利加尔出发 经法国转机 并立二三军为中国籍 在泰国旅行 自泰国出发 乘坐同一航班 并立四位中国籍 在哥斯达尼加工作 自哥斯达尼加出发 经德国转机 并立五位中国籍 在英国留学 自英国出发 经荷兰转机 所以我们不清楚 他这个啥意思 这几个都是 新增的这几个都是 境外输入都是中国籍回国的 上面刚讲到那几个都是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东西 他就这个就不是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之前不报 第二十一 浙江沥水一回国能源 结束隔离后 核酸阳性 为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很多事情隔离完以后还是 他没说这也能打过 都秒没有 没提这一点 我们不知道 这是一个浙江沥水 集中隔离点入境能源 例行新冠检测筛选中 检出一名 卡麦隆回国能源 核酸阳性 竟留着确认 该7月16号 乘坐航班回国 在广州 集中隔离十四天后 于7月30号从广州乘坐航班 到达温州机场 由负压救护车 闭环转运至 沥水集中隔离点 医学观察 第二次 福建龙岩长亭县 发现一例境外新冠患者 康复后 入境疑似复养病例 这个也是4月份出院 2012月在缅甸 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住院治疗后 于2021年4月份出院 6月25号从缅甸邦康进入云南省孟莲县 按规范进行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多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符合解除隔离条件 近期返回长津县后 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7月30号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7月31号第三次核酸检测结果前阴性 经流行病医学分析和专家组 为静万新冠肺炎人康复后入境 疑似复养 第八防疫措施 我的妈呀太多了 第八防疫措施 第一条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院区 门急诊停临时停诊 具体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 这个细节我们讲 还发什么 第二厦门暂停各类线下招生现场招聘 停止任何形式线下培训 第三四川暂缓组团跨省旅游 各类大型活动非必要不举办 我们只念标题 细节不给大家通报了 第四湖南长沙 暂停所有中小学校 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线下教学活动 第五湖南张家界 小区原则上不准外出 公职人员除必要工作外 一律在家待命 第六湖南张家界 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为此将由公安机关依法扣留 这是几个新增的 就是 第九紧急寻找 估计是密集接触者和次密集接触者 第一个是寻人河北石家庄 寻找次密接触者 都曾坐高铁 有前往北京的 这个我们不念 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主要着重地点 第二寻人 河南河北邯郸市 从台区寻找三名密切接触者的 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第三寻人河北尊华市 我们主要是这地点 看到它扩散到的哪些步伐 尊华市发布新冠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张某行动轨迹 第四 寻人河北陈德市寻找次密接人 曾经乘坐高铁G872G987 第五 寻人河北卓州三名密接者 活动轨迹公布 这些人员请立即报告 第十六 寻人河北邻璋县 发布关于寻找相关次密接 次密且接触者公告 第七 寻人福建南平建阳区 紧急寻找次密接者 从武汉乘火车抵达的 第十 旅游暂停 我们通报 太长太长 旅游暂停 第一个 属运提前结束 热门旅游目的地 机场航班大幅取消 这讲到的一点 这个稍微给大家 我看看有没有重要信息 大幅取消 这里面不讲了 第二 疫情反复 不少人出行计划取消 消费者退票 遭航空公司及平台拒绝 他是北京的义女士 原计划飞长沙 与湖南诸州的家人会合后 再从长沙飞山下 由于湖南诸州出现疫情 出行计划被迫取消 他只好退掉此前订好机票 但由于首都航空一直没有发布退改签政策 如何退掉机票成了问题 去哪儿往的 客服 跟他讲 跟我讲 可以先按照疫情退票 如果没有通过审核 为了避免损失 先走自愿退 等疫情政策下来之后再申请补退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义女士告诉记者 我把诸州市的交通管控政策文件 包括诸州市现在的确诊情况 提交申请疫情退票对聚了 转为了自动退票 那就是该怎么扣 怎么扣 就讲到这个 义女士说 这几天平台和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很难打通 网络客服排队达上千人 遇到同样问题的 还有湖南的廖女士 她在展行自行APP提交全额退款申请同样招聚 说不满足全退条件 无法办理航班的非自愿退票 这是这就搜刮钱财 真的没辙 这是同吗 第三旅游平台 说咨询量退定量超日常几倍 建议非零行消费者等待航师政策推出 这不用说 肯定都全面封闭了 基本上全国的基本工作各方面都停下来了 这个就不说了 具体地点什么航班号 我们不给大家讲 对于酒店的预定 许女士讲 目前针对江苏南京扬州 数千四川成都宜兵和绵阳 以及云南湖南张家约等地 已经推出了因疫情原因退费 免费退改政策 消费者可以从APPO平台自行退 这个说是说 那么第四个 河南郑州市所有旅游景点继续停止营业 第五个 河南洛阳市白马市宣布展厅对外开放 第六 北京京开区图书馆即日起闭馆 开馆日期另行通知 第十一 豆苗接种 第一 国家卫健委累计报告接种豆苗16亿5281.9万剂次 16亿了 不是16 31个省市秩序 16 第二 北京累计接种新冠豆苗超1900万人 全程接种率92.03% 长住人口接种率96.83% 全程接种率92.03% 第三 中国援助新冠豆苗运地坦桑尼亚 桑吉巴尔中国豆苗安全有效 这个就扯淡的事 我们讲 第十二 严惩不待 第一个 南京辟谣 疫情源头系会计嫖娼交叉感染 这个是辟谣 警方正依法对香港的辟谣人员 辟谣 第二个说是 从南京抵达南昌后不及时报告 江西一在校大学生受处分 第三个 河南洛阳网民编造设议不实信息 被刑拘 十天 这个 第四 四川宜兵一男子造谣 核酸检测阳性 引恐慌 公安机关说已到案 就是 虚假 他改了一下 就讲到这个 第五 协助多名无核酸 阴性证明人员逃避 查验 离开南京 三人被刑拘 就看看奇葩 都有些什么奇葩事情 发生 第六 江苏省苏州一男子散布疫情 而已被刑拘 散布什么疫情而言 他没说 疫情而言 他不说 疫情而言 第七 广东惠州发现新冠病毒感染 疑似病例 问号 假的 讲到广东惠州 是假的 谁知道 第十三 航运 奥运抗疫 第一 日本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三天过万 再创疫情以来新高 第二 日本东京都和冲神县原定8月22号截止的紧急状况延长到8月31号 第三 应违反防疫手册规定 东京澳主委博多6名奥运相关人员参加资格证 参资格证 第四 东京奥运会执勤警察新增三例新冠疫情病例 第十四 世界疫情 这篇文章太长了 我没辙了 第一 美国卫生专家说 Delta变异毒株恐使美国疫情反弹继续恶化 第二 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确诊超过77800例 新增病例数平均上升幅度再度增长 但是我们确实没感觉到 也可能我们孤落寡问 第三 美国一周新增儿童感染病例超过3.8万例 这个不对 3.8万一半 刚才是7.7万 佛州州长能拒绝出台强制口罩令 第四 德国将停止向未接种痘苗者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 第五 塞浦路斯批准12到15岁人群接种新冠痘苗 疫情强势反弹 第六 巴西专家说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只会制造混乱和障碍 这是完了 这好不容易弄完了 我们现在这是真的 这个太常常 下面有一些网友跟贴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新情况 房山区病例回京前就回报了 会把张家界旅行使 到北京不应该回家 而应该第一时间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核酸检 这样他们小区就不会封闭了 因为接着就很少啊 疫情刚刚稳定下来 绝不能死灰富难 这就是扯的啊 防控警报再一次拉响 这不管 小北防山大将能该不该追究一项应责任 这大家就讲到 湖南又是聚集性演出 这样要么疯了 研发针对Delta的疫苗 消灭Delta病毒刻不容缓 他说病毒太可怕了 来这么多 我们讲到零病毒 我们暂时现在3.0的来了 戴好口罩 最近三年内不理由做好垃圾分类 是对自己负责啊 搜索了这么多的疫情信息 非常重要啊 和及时 这讲出门口罩 小北场 严守 展厅来京航班列车啊 这全面升级首都国产机场 这不是说了 这就是 呃 他别聚餐啊 就几时能这讲到啊 基本上是 这后面更贴还不少 好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近期国内 那么 从这个整体这个全面性的播报啊 虽然有的是几天前的啊 两三天前 呃 我们看到整个全国基本上是处于一个 完全停摆状态啊 各地处于一个全封闭状态 也就是监狱状态啊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 这种事情估计没完啊 现在这是估计中共一次演练 也算是一次演练 那么马上入秋了啊 再过三十天就要入秋了啊 8月7号左右就入秋 入秋以后 呃 那么能不能遏制住 我们不知道啊 然后还有一个入冬啊 还有一个入冬 到11 12月可能会不会进入到高峰期 我们现在不好说啊 进入秋 那么现在有没有各个地方啊 谎报的 我们不好说啊 因为中共它这里面有个利益问题 你包括这些强制打豆苗 都后面是利益牵扯了 那么各地都上报这种情况 是不是它上面有拨款啊 这里搞不清楚啊 是不是有防疫的资金下来 那么它会不会把所有的感冒 都当成啊 这个新冠疫情先看待 那所以大家未来 只要你一感冒 我估计都会紧张的 不对了 都把你当成新冠疫情看待 啊 然后隔离几天 看完不是了 再把你放走啊 千万记住 千万记住啊 有可能 因为在低水平的管理 豆腐渣的管理和豆腐渣的国度里面 它只能这么处理 啊 只能这么处理 好 这是这一段啊 我没想到这段 花了一个小时来介绍这篇文章 真的是 后面还有一些细节啊 我们接着再分享啊 给大家分享 这一段时间